据央视5月14日消息 近日浙江一位网名为王主军的老师 带着学生一起制作了一个二级火箭 在不断改进降落伞调节参触后 火箭以惊人的速度向空中发射 划出一道巨大的弧线 大家的视线随着火箭上升 看向更高更远的蓝天 塑料瓶飞起的那一瞬间 孩子的航天梦也起飞了 网友纷纷评论 为这个老师点赞 感谢老师在孩子心里埋下了航天的种子 此外 近日南航学生刘尚在家自制了一枚火箭 火箭高约96厘米 直径9.5厘米 这枚火箭全程无需遥控 安装了自制的姿态控制系统 它能在空中完成推力矢量和压抑控制的切换 毫无疑问 在学生们自制火箭的背后 是中国不断蒸蒸日上的航天事业 在长午长期之后 长征火箭家族又将迎来一位全新的重量级选手 它就是起飞推力达到3680吨的长久重型运载火箭 从央视曝光的画面可以看到 长久重型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100吨以上 递越转移轨道运载能力至少50吨 打个比方 长征9号火箭自身重量跟一艘054A导弹护卫舰一样 能把一辆99A坦克打进太空 未来中国载人登月 建立月球基地都少不了长征9号火箭